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今天继续奇妙的家谱之旅 仅就今天的家谱而言 就是仅就亚当和赛特的家谱而言 这也是我们的家谱 也是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的家谱 我们还是先看一看这个家谱的结构 先看外部的结构 创世纪四到五章是两份家谱组成的 这两份家谱呢 壁垒分明 在某种意义上啊 创世纪第五章亚当赛特的家谱 是以创世纪第四章 该隐和拉麦的家谱为背景的 在这个意义上呢 两份家谱也密不可分 所以第一个结构我写在上面那一行字里面啊 就是第四章是讲人的家谱 或者人的女儿 更极端的讲呢 是讲蛇的后裔 世界的王 他的王国和他的祖谱 创世纪第四章 然后让我们看见魔鬼起初就是杀人的 起初就是说谎的 创世纪第四章的家谱实际上是从该隐的杀人 发展到拉麦疯狂的杀人 从该隐的谎言 我不知道我兄弟在哪里 到拉麦疯狂的谎言 少年人杀我 壮年人杀我 我都要报复他们 而且要报复他们 七十七倍 创世纪第五章是与人后裔的家谱 神的儿女的家谱 是亚当赛特的家谱 那么这两个家谱最后汇集到了一个地方 就到了创世纪第六章 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 娇和生子就产出伟人 进入伟人的时代 世界出现了一个什么局面呢 出现了满了强暴 伟人的时代就是最后的时代 就是要用大洪水消灭人类的末世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那就是 基督徒不可以和外邦人苟合 联合 合作双赢 这是绝对禁止的 这种禁令 这种神圣的分别 从创世纪第1章 一直持续到启示录最后一章 这是圣经一贯的真理 我怎么来打比方呢 如果现在这个世界 是这两个家谱的继续的延伸 事实上也应该如此 假如美国代表了赛特的家谱 只是假如不完全周延 中国代表了该演的家谱 两个家谱的峰会在阿根廷 如果持守原则 还会受祝福 如果是交合生子 我们就会期待 2019年 就是伟人降生的时代 也就是人类要进入末日的时代 我们要祈祷这一点 这个分别 这个结构 让我们回到那个问题上去 再一次回到这个问题上去 就是该演的妻子到底是谁 根据今天的这个背景 我们再一次重生 该演的妻子不可能是亚当的女儿 对吗 道理很明显了 那就是女人的蛇的后裔 不可以和女人的后裔交合 至少在大洪水之前 在这个祖谱刚刚开端的时候 这种淫乱 这种交合是不可能发生的 那这也就让我们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长期以来 鼓吹该隐 鼓吹蛇的后裔 取了神的家族的人的这种传统 到今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说 必须废弃 因为它是在鼓吹一种属灵的淫乱 这是不可接受的 创世纪第四章和创世纪第五章 这个家谱是壁垒分明 是仇敌和教会的关系 然后我们再看内部的结构 今天我们有让那个毛利把它读完 读这个创世纪第五章 然后那个家谱会把人读睡着了的 谁生谁 然后又活了多少年再生儿养女 然后他又活了多少年就死了 至少在创世纪第五章 这个句式重复了十遍 内部的结构 每一个人总共十代人啊 每一代人大体上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谁活了多少岁生子 又活了多少岁生儿养女 又活了多少岁死了 或者说共活了多少岁死了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个结构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创世纪的这个家谱 圣经上的那个家谱啊 是奇妙无比的 是可以让我们用一生来研究的 越研究越奇妙 仅就这个结构而言 你能看到什么呢 谁生多少岁生子 生子就产生了新的生命 一定要在神设定的预定的时间里面 你才能够产生新的生命 你不能超越这个时间的 什么时候你成为基督徒 神又生了个儿子 什么时候你去传福音结果子了 这需要时间 你不要着急 一定有一个成长时间 那不仅如此 生子这个子 可以是预表基督或者是传道人的 因为亚当家谱的这个儿子 基本上都是神的仆人 他们跟该人家谱不一样啊 他是上帝在差遣到那个世代里的 什么人呢 那个世代里人的 那个世代的传道人 我们这样讲有一个原因啊 按照常理我们是这样讲 就是说谁活了多少岁 生子生儿育女 就就可以了 他总是这样讲 先生了个儿子 然后再活多少年又生儿育女 这个拆开来讲没有意义 除非像我们这么解释啊 就就就清楚了 第一个生子 既代表新生命的降生 也代表预表耶稣基督 预表神的传道人 神的仆人 在这个前提解决之后 神说又活了多少年 再生儿育女 有了牧师了 教会得增长 你明白吗 父亲出来了 信主了 带着儿女再去信主 牧师和父母承担着生儿养女的责任 所以第一节 第一个结构 第一段可以讲预表基督和牧者 第二部分呢 你可以预表什么呢 教会和基督徒 平信徒 对吗 那不仅如此 现在回到创世纪第四章的背景 你再想一想 为什么十次之多讲这样重复的车骨路话呢 他在弃谁呀 他在宣告什么 你们还记得这个创世纪第四章结束的时候 那个世界的王 那个魔鬼之子 那个魔鬼的化身拉麦怎么讲的 说壮年人损我 我弄死他 少年人损我 我弄死他 你一定要记住啊 是在这个世界的王 在这个政治掌权者的背景之下 现在圣灵 借着亚当家谱 宣告两大事实 壮年人我生出来了 少年人我也生出来了 你怎么着吧 你懂我的意思吗 太棒了 这家谱太精彩了 拉麦家族有什么 拉麦家族就是这个世界了 党国了 有钱对吧 还记得有钱 有钱财 有娱乐 有女人 有枪炮 有刀枪 记得啊 双世纪第四章 该引拉麦的家谱 在这种情况之下 基督教会基督徒 如何才能够诞生呢 神说 我生壮年人 我生少年人 你奈我何 这叫胜利 这叫基督的胜利 面对 我们用心愿的话怎么讲 阴间的门 不能胜过他 何等其妙的家谱 你不是要生一个杀一个吗 你不是要威胁教会吗 你不是要消灭教会吗 你看回过头来耶稣 上帝怎么宣告 生儿子 生儿养女 生儿子 生儿养女 说了十次 你杀呀 你七十个七四 七奈我何 太伟大了 第三个问题 又活多少岁就死了 所以确实有人 因为读创世纪第五章 那个家谱 就信了基督 因为他会发现 圣经所启示的这个道理 重要的问题 和我们在世界里关心的 油盐酱醋啊 生老 荣辱 贵贱 贵呀 圣经把死亡 看成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然后这些人就会发现 有一天我也会死的 所以读着创世纪第五章 他就信了这位复活的基督 让我们总结一下 这个结构告诉我们三大真理 第一 预表基督 第二 预表教会 第三 预表基督和教会 要向人类宣告的 死而复活的真理 这是家谱的内部结构的 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如果我们把创世纪第五章交叉结构 从亚当起手到诺亚结束 中间一节经文 或者中间三节经文 讲一个叫马勒列的人 马勒列是创世纪第五章 亚当家谱当中 唯一一个带有神的名字的名字 这首先让我们看见 这个家谱是以神为中心的家谱 这是神的家 从亚当经过马勒列到诺亚 是什么意思呢 亚当是人 经过神得安息 新约圣经的真理叫什么 神与人在基督里和好了 信基督得平安 马勒列这个字的意思也就是 它的字根也就是哈利路亚 赞美神 一个人借着赞美神得安息 换一个交叉结构 如果从创世纪四章二十五节 到创世纪第五章三十二节 第一个名字是赛特 最后一个名字是亚福 中间是以诺 大体上啊 那这是什么概念呢 赛特就是一个造一个新的人 取代旧的人 这个人要干什么呢 与诺以神同行 目的是什么呢 建立一个国度 扩张国度 亚福是国度的扩张 这是家谱啊 按照交叉结构可以给我们传递的信息 读这个家谱 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什么呢 两点 第一 人的数数实在太长了 让我们望尘莫及 最最活得最长的969岁 活个七八百岁 八百九百的跟玩似的啊 这让我们羡慕不已啊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发现了第二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些生 活多少岁生子啊 按照常 惯常的 按照习惯 活多少岁生子 基本上是啊 这个男人娶妻的年龄 然后小朋友们又都惊呆了 对不对啊 就是这些男人结婚的年龄很晚 哎呦那怎么办呢 那些年干什么呢 这怎么可能过这样的日子呢 诺雅 九百岁生了闪寒和雅夫 五百岁 这五百年这哥们干什么呢 至少一百多岁 这大部分好像结婚最晚最最早最早的是一个六十五岁的 大部分都是几百一百多岁 到诺雅五百岁 呃这里面可能是有一个啊 为什么那个那个时代的人长寿 这时候我们以前解释过啊 随着罪的不断的增长啊 人的年龄不断的减少 以后我们讲到创世纪第十章还会谈到相关的问题 十章 十一章 第六章啊都会谈到相关的理由 但是呢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他们结婚这么晚 晚婚晚育 很多人呢 这个我我我完全不同意他们那个观点 因为他们为了证明亚当不是第一亚当是第一个人嘛 就拼命的盼望这些人生很多很多孩子 我完全不接受这个解释啊 亚当一百三十岁才生了第三个儿子 诺亚五百岁才生了 才开始生那三个儿子 为什么他们晚婚晚育 我找到了一条线索啊 以以赛亚书65章20节说 在神的国度里面 百岁死的扔算孩童 五百岁 在上帝眼里也可能就十五岁 五岁 二十五岁 还是孩童和年轻人 我换个角度来说吧 就是在敬前的家族里面 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啊 有这样的一个普遍的价值 那就是人用大部分时间去侍奉神 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 不愿意进入婚姻嫁娶的这个状况 人一旦进入婚姻状况啊 我觉得人衰老和死亡 在某种意义上是婚姻所致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地狱 一个地狱是地狱 另外一个地狱就叫婚姻 我没有说是婚姻上帝不祝福 某一个侧面 婚姻是让人折寿的 不同程度而易 起初婚姻当然不是这样 但是人是罪人 当然我们是基督徒弟 也不要被我的话语吓怕了 在基督里面婚姻可以慢慢地更新 但是对大多数的状况而言 超越或者胜过婚姻的罪的人啊 可能会更长的时间里 活在孩童的状况里面 我愿意这么相信 所以我看了诺亚500次才结婚 哇 这厉害 聪明 今天不许误解我的观念 回去就离婚 来不及了 我们现在的使命是 把婚姻变得越来越讨神的喜悦就好了 好的 这是结构上的一些概念 然后呢 有一个特别的问题 翻到下一页 先看右边 自古以来啊 借着累加计算亚当的家谱 一直到耶稣的时代 人们愿意来计算人类历史的长度 那么仅根据啊 马索拉版本的圣经 来计算亚当到诺亚的时间 是1656年 再根据圣经相关的家谱 人们大体上能够算出来啊 从亚当到今天六七千年的时间 因为今天这个我们要去 那个视频要播出去 我就不提这个同工的名字了啊 花重金啊 给我们建立了这个家谱的家谱树 Family Tree 从亚当 一直到耶稣 我推荐呢 每一个弟兄姊妹 特别咱们教会的和那个CSMP的学员啊 人手一份 挂在家里 因为这个家谱呢 虽然是犹太人贡献出来的 但是它以极其形象和简洁的方式啊 让我们能有最短 最快的时间 检索出圣经家谱的每个人的这个时空的位置 所以大有帮助 我只提一个问题啊 就是大家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呢 注意一个细节 那就是这个家谱主要是根据 马索拉版本圣经编制出来的 现在至少有四个古老的圣经版本 我讲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 我会把那些版本的一些图片啊 展示给大家 也就是说马索拉圣经版本不是唯一正确的 不仅如此 更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这倒是基督教主流的观点 甚至犹太人 犹太的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亚当的家谱 这时代人 不一定 甚至主要不是父子的关系 就是父亲生儿子 父亲生儿子 有两个原因我们这样说 第一个希伯来文谁生谁或儿子 这个词有不同的解读 可以指儿子也可以指孙子 还可以指后代 第二一个呢 就是根据路加福音 耶稣的家谱 我们注意到了圣经当中的家谱 存在着漏袋记载的现象 这些证据啊 再加上中东地区啊 特别是这个苏美尔文明的一些相关的历史文献啊 那么学者们普遍的认为 在大洪水之前 人类的历史不止1656年 有计算为6万多年的 还有计算为24万年的 不同的文献 结论 我们很难完全的确定 谁活到了谁的时代 作为一个研究啊 作为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兴趣 我们可以对这个做出一些讨论 这都可以 没有问题啊 但是实际上没有 没有牧师会在讲道台上讲 谁活到了谁的时候 因为这个结论是完全不确定的 比如说我们按照这个价格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亚当活到了谁的时候 然后看到闪活到谁的时候 我不否认这是有可能的啊 有可能的 这是一种可能性 根据马索拉版本 并且我们如果认为创世纪第五章 谁生谁就是父子关系的话 这是成立的 但是如果我们根据这个教会啊 这个主流的这些学术的传统啊 实际上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的 死到了谁的时候 这很难 这很难啊 所以一般来讲呢 讲道不会用这些信息 但是呢 这个 这个家谷书最重要的祝福在哪里 你完全清楚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 上帝在什么时候 在谁之前 在谁之后兴起了是哪一位做他的仆人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这是我多说一句啊 第二个问题呢 历来对亚当家仆的十个名字 串联在一起来预表基督 有很多很多的努力 有好多好多的版本 我就不说了 这是我贡献的版本 就这十个名字合起来 大约有可以连成这样一句话 就是在人间 案例一个男人 讲人赎买出来 去赞美神 谦卑得胜 建立教会 拆遣使者 彰显权柄 安慰子民 还可以进一步的细分 你会发现 他指向了耶稣基督的三件大事 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死而复活建立教会 再来来审判 进一步的信息 建议大家去读我的讲章 我这里不说了 然后呢 看左边 两份家仆有非常明显的 崇明的现象 最明显的是两个崇明 拉麦 拉麦 以诺 以诺 实际上有五个人的名字 基本上是崇和的 崇和或者部分崇和 第一个就是该隐和该男 那边有该隐 这边有该男 该男的字根也是该隐 那边有以拿 这边有雅列 只差一个字 那边有以诺 这边有以诺 马土萨利和马土 我那个写错了 倒是改一下 马土萨利和马土萨拉 拉麦和拉麦 道理我曾经讲过 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第一 我们也是罪人 第二 在基督里 我们完全可以有全新的生活 当然了第三个方面 你会发现两边有很多很多对比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拉麦和拉麦 实际上啊 创世纪第四章和创世纪第五章 各记载了一份一个拉麦诗篇 这两个拉麦诗篇所宣扬的精神 指针锋相对的 一个是杀人撒谎的宣言 魔鬼宣言 另外一个呢 是福音的宣告 一个是某党宣言 另外一个是教会的奖章 还有一个平行的信息啊 该隐家谱最后讲了三个儿子 亚巴 幽巴和土巴 然后呢 塞特家谱最后也是三个儿子 闪寒和雅福 蛇的后裔还在生产后裔 女人的后裔还在生产后裔 指向我们今天 教会面临的所有的属灵的征战 一直到主再回来 所以基督徒会宣告 主啊 我愿意来 好的 现在我们来看经文吧 我们从创世纪四章二十五节讲起 我把这一部分内容延伸到第五章的十一节 大家就明显的能看见什么呢 看见个交叉结构 实际上是从塞特以诺士到塞特以诺士 中间是亚当 亚当 老亚当 旧人 这个旧人要死去 新人要出来 这个新人正是由塞特和以诺士 这都是父子 打着引号的父子了 所代表的 这就宣告了亚当需要救赎 我们的老亚当 我们的旧人需要变成新造的人 我们先看塞特 亚当又与妻子同房 他就生了一个儿子 起名叫塞特 意思就是 神另给我立一个儿子 代替亚伯 因为该隐杀了他 这里面已经让我们看见夏娃已经开始悔改了 你和夏娃生肝癮的时候的那个告白对比就很清晰 但是里面还有些细节啊 不管怎么样 他生了一个儿子 不再不再叫说 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了 这里面讲的是 生了一个后裔 女人的后裔 然后他来干什么呢 他不是来代替该隐的 他是来代替亚伯的 亚伯是神所喜悦的 但是呢 我们也看见夏娃的这个更新啊 悔改啊 是有个逐渐的过程 在这里我们继续能够看见什么呢 还是他给儿子命名 他还没有完全吸收女权主义的惨痛的教训 但是很奇妙的是什么呢 你看第红字部分啊 第3节 亚当活到130岁 生了一个儿子 形象和样式和自己相似 就给他起名叫赛特 哦 这个赛特奇怪啊 既是夏娃给他命名 又是亚当给他命名 所以在他身上啊 我们首先能够看见 谁的更新都有个逐渐的过程 很有一步到位的 但是无论是亚当还是夏娃 对吧 夏娃开始有改变了 亚当也开始有改变了 他开始学习做男人了 开始给他儿子取名字 当然在这两个平行的信息的背后啊 可能还有更深的含义 大家有什么看见呢 赛特是预表基督的 这毫无疑问 因为他是替代者嘛 耶稣就代替我们的罪 对吧 赎罪记 挽回记 都只替代 替代了我们的罪 替我们死 也替我们复活 所以夏娃命名 这个亚当命名啊 就让我们看见赛特身上有两种品质 他是完全的人 神也是完全的神 夏娃命名可能指他是人的 女人的后裔是人的后裔 亚当命名特别强调 跟神的样式相似 告诉我们他是从天上来的 他是完全的神 这是一个深刻的神学问题 我不展开说了 大家有这个概念就可以 重点在一到第五节 这个我不展 我也不展开说了 有兴趣的弟兄姊妹 可以去看我的讲章 就是这里面整个的这个一到六节啊 一到五节 爱德姆 就这个希伯来文实际上出现了六次 这个字迹可以翻译成亚当 也可以翻译成人 到底怎么翻译 这个众说翻译人可以说是差别千差万别 我的结论是这样子的 我把它改了一下 合合本的翻译是其中的一种翻法 我不能接受啊 创世纪第五章 从一到第五节这里面讲亚当的家谱 我觉得这里面的人 亚当 主要讲的是亚当 我把它翻过来应该是这样翻的啊 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 当神造亚当的时候啊 这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脉相承的 在语法上啊 我是怎么顺过来的 我还是说你去看讲章 我现在讲的都是结论啊 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 当神造亚当的日子是照自己的样式造的 和创世纪第一章有什么不同 那里面说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所以我个人理解啊 这里面有更多的含义 也在讲章里了啊 并且 他造男造女 这跟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也不一样啊 那里面说我们 要按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来造人 然后呢神就造男造女 这里面变成了他 这个他我理解就是预表基督的啊 基督造男造女 这好像是跟创世纪第一章是平行的 但是创世纪第二章也是造男造女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这段信息强调的不是创世纪第一章的造男造女 而是创世纪第二章造亚当和夏娃 当他们被造的日子 神赐福给他们 称他们为人 创世纪第一章没有 上帝称他们为人 虽然他们当然是人 但创世纪第二章确确实实在逻辑上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造了一个人名叫亚当 或者说造了一个人名叫人 我的结论就是这样子的啊 创世纪第五章这段经文讲的是上帝创造亚当 或者亚当和夏娃 讲的是亚当的家谱 亚当活到130岁 生了一个儿子 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给他起名叫赛特 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生儿养女 930岁就死了 亚当之死是人类历史上圣经记载的 第一个人的自然死亡 罪的公价就是死亡 他死了 他的死就告诉我们 若没有耶稣基督复活 这一切都毫无价值 930年也毫无价值 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诺氏 赛特的意思是替代 设立 以诺氏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男人 我们怎样来开辟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呢 上帝让亚当起来做男人 替代赛特再设立一个男人 一个真男人 是大丈夫 所以亚当家族的一个核心的主题就是男人 男人 男人 要起来做男人 这是耶和华的军队 有人把这个以诺氏解决成一个软热的男人 那猫陶弗赛特是那种男人 这圣经有相关的信息 但是也有另外一个信息指的是大有能力的勇士 是耶和华的精兵 两个方面都对 我们有软热 但是我们靠主刚强 所以以诺氏就向世界宣告 面对该引拉麦的家族 面对世界宣告什么 教会里面 神的家族里面有男人了 有男人在世上出现了 再翻到下一页 我应用一下亚当 赛特 鲁诺诗这段经文 再先翻上去啊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这里面反反复复的 用交叉解构的方式让我们看到 上帝造人 特别是造亚当里面的人 造基督里面的人 是按照他的样式建造的 那他的样式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可以扩展开来讲 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什么意思呢 翻到下一页 我不否认啊 这个 我对这个 祖国人民和当局多有责备 多有批评 于是我就遇到了一些反驳 我相信你们给国内的人传福音 也遇到了这些反驳 我相信你们在蒙特利尔遇到的一些华人 也遇到了这样的反驳 这个反驳是什么 就是 中国人民 这么多年来 从来没有像今天过着这样的幸福生活 我们有吃 有穿 有住 有车 你为什么还要批评他们呢 中国人什么时候有这样好的生活呢 你怎么回答呀 这是我的回答 仅供参考 第一点啊 我说我们谈论的中国人或者人或者生灵不是一类 不是一类 我们谈的不是一种 不是一种人 不是人 你谈的不是人 我谈的是人 你谈的是猪 我谈的是人 为什么呢 因为神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 不是按照猪的形象造的 所以我们谈的不是一类生灵 这个完全对不上的 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人 不是按照猪的形象造的人 所以我们谈了人的尊严 人的幸福的时候 要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来谈他是不是幸福 而不是要按照猪的形象和样式啊 来谈他是否幸福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按照猪的标准 我这绝非骂人啊 我很严肃的谈一个太重要的问题了 我说的更彻底一点 就是千百年来 特别是最近的意识形态的这些喧嚣 中国大地上还没有诞生 总体上还没有诞生 圣经定义的人 这个让我很站立 你明白吗 你讲的不是人哪 他是猪啊 所以第一点啊 我觉得我说我们神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 只有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 那才叫人 按照猪的形象定义的那是猪 那是猪人 我听说最近这个中国这个猪瘟横溢 席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其实猪瘟作为一种灵魂的现象 更深刻的在劫持中国人的灵魂 第一点啊 我讲完了 第二点 即使按照猪的标准 我们也没有吃饱呀 还有七千万的人在贫困线以下 你想过吗 你关心过吗 而且你所谓的吃饱和幸福 向全世界贡献了最高的基尼系数 就是贫富差距全世界最大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你这个吃饱穿好的代价是什么 是什么呀 山穷水尽 断子绝损 第四点 如果贵国人民真的过得这么幸福 那有三个问题 你能回答我吗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开放言论啊 大家都这么幸福 天天唱赞歌呀 我们好幸福啊 你为什么不让人说话呢 第二 你你这么幸福你为什么要移民呢 第三 你这么幸福你为什么要翻墙呢 结论是什么 你为什么撒谎啊 因为你富就是撒谎的嘛 好的结论 那么到底什么叫 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呢 回到圣经 猪的样式就是石头变食物 有食物就是幸福了 但是神不是这么说的 主说 人活着不单靠食物 也要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这意味着什么 亲爱的弟兄姊妹 就意味着如果人没有信仰 没有上帝的话语 你确确实实不是圣经定义的人 这跟政治批判没有关系啊 这是真理的常识 你那不是人 没有人 就是一群高等动物 这道也对 就是一群山顶动人嘛 神的样式形象在哪里 在这里 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 什么叫神的形象和样式呢 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生畜 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我们简而言之 所谓人的第一个特点 就是你对这个世界有管理的权柄和责任 相应地衍生出了一个伦理是什么 所有的人 对管理有平等的权利 你明白吗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第一我们没有 99%的人没有管理社会环境的权利 第二 相当一部分人被别人像动物一样管理 你明白吗 你这怎么叫人呢 连奴隶都算不上啊 奴隶主要对奴隶承担责任的 在我们中国的这个高科技奴隶制的社会里面 奴隶主有什么责任 没有责任啊 在第一个概念当中 那不是人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没法定义 妖精吧 说动物又侮辱了动物 又是一群妖魔 第二个特点 新约圣经告诉我们 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什么意思呢 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出于真理的爱 出于真理的人意 在哪里啊 圣洁与各种偶像分别为圣 在哪里呢 感谢神我们今天有了教会 开始有人了 结论 感谢主啊 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 我们今天在做什么呢 我们满怀着主的爱 满怀着对同胞骨肉的爱 就是希望在我们的国家和土地上 有越来越多的人 远离猪的形象 更有造他主的形象 愿主与我们同在 往下翻吧 下面一段 到该男了 七十岁 不读了 结构都一样 该男的意思和该隐的自根一样 但是该隐的意思就是产业 该男的意思呢 当然也是产业 但是到了该男的时候 我们发现产业的概念变了 从地上的祝福 到了天上的祝福 从人间的产业 到了天国的产业 马勒列 哈利路亚 赞美神 你基督是我的产业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赞美神 同时你在对比该隐家仆 有什么感觉 那你在赞美谁呀 赞美该隐 拉麦赞美该隐 拉麦赞美他自己 我们跟这个外邦世界有什么区别 在那里面 人不仅把人变成妖魔 然后呢 以人为神 以自己为神 自高自大 但是到了这里 一切都转了 我们只赞美那创造电地万物的主 这是一个伟大的解放 我们自由了 因为我们只以神为神 亚列 以神为神之后 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改变 亚列的意思就是降碑 我们说到了亚列和以拿的意思相近 以拿是往上走的 成事之主嘛 亚列是降碑 我们开始学习谦卑 什么时候我们才有过谦卑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感动呢 到了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才知道原来这是蒙神讨 讨神喜悦的生命 到了以诺了 可以说亚当家谱 到了第二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是以诺市 人们开始赞美神了 21到24节 形成交叉结构 对吗 以诺与神同行 然后以诺与神同行 神讲他取去 他就不再是了 他可以指那个壮年人 我个人领受的是 以诺可能是殉道了 三百年 他什么时候开始信主的呢 或者做神的仆人呢 以诺生马朵撒拉之后 与神同行塞板三百年 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可以这样领受 什么时候你开始起来做牧师 做传道人 全只侍奉神呢 就是你当了别人的父亲之后 一个人不做别人的父亲 你根本不成熟 你不知道什么是责任 不知道什么是爱 一个父亲 那当然特别极端的我不讲 大部分来讲 你不会舍弃你的儿女 对吗 所以什么叫牧者的心肠 就无论怎样 就是父亲可以被 牧者可以被任何人舍弃和弃绝 但是我们不会弃绝儿女 生了马朵撒拉之后 以诺才与神同行 同行三百年直到被带走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一旦我们被暗立为牧师了 传道人了 再没有改变的机会了 一直到死 为什么叫奴仆呢 无论前面三百年有什么状况 我爱我的救主 我侍奉他誓死众心 没有什么能夺去的 是人的弃绝呢 还是政治的逼迫 是苦难呢 还是贫穷 是死亡呢 还是杀戮 是钱财呢 还是情欲 都没有办法夺去 我们与神同行三百年的使命 活了三百六十五岁 也可能不是巧合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日日所思所想 就是侍奉主 以诺被神取去 就不再世了 旧约还有一位平行的人物 以利亚 我们这里重点来讲 这倒是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被神取去就不再世了 在人类的历史上 以诺的这个见证 识破天经啊 太重要了 有两大革命性的 不喜欢革命这个词 有两大伟大的转变 第一 死亡在以诺身上 第一次不再叫死亡了 叫他不再世了 上帝啊圣灵借着这个以诺 重新定义了死亡 有一种死亡不再是终点 有一种死亡被称为 他不在这了 只有圣经对死亡敢这样定义 在以诺身上死亡被战胜 死亡不再是死了 第二一个概念 他不在世界被神取去了 他突然间向整个人类 宣告了一个大好的消息 而且是面对大洪水宣告的一个大好的消息 是什么 还有一个国家 还有一个国度 等着我们去移民 上帝这些以诺宣告了天国的真实的存在 他已经在那里了 我们只要信以诺所同行的神 我们也一定会去那里 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好消息 比这个消息更好 而这一点给我们多大的释放 你知道吗 你在这个地上 无论你遭遇多大的苦难 患难 家庭 社会 国家里面的算什么呢 不过 他突然间把我们人生的这个经历 缩短为一个片段 变成一个桥梁 变成了一场考试 一切都是通往天国的一个过程 这叫福音 什么叫福音 这才是福音 所以在以诺身上一方面宣告了永生对死亡的胜利 另外一个方面宣告了天国对世界的胜利 这是我们的福气 这是只有基督徒才能够拥有的幸福 这种幸福 远远超越了猪的幸福 现在我们来看这种 我们在这个幸福之下 我们第二次来讲一讲应用 以诺与神同行 犹大叔回顾了以诺的一生 特别他侍奉的一些基本的见证 说以诺是亚当的第七十孙子 他在那个世代里面怎么传福音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骂那个世代的人 说你们如果不悔改 当神带着千万使者降临的时候 要在你们身上实行审判 但是那个时代的人都顶撞他 但是他继续见证神 所以以诺被杀 我认为是言之作作 你讲这样 你这样讲到还不弄死你 你应该怎么讲到 你应该讲人家爱听的 那不仅如此 以诺面对的人类是什么人类啊 那是拉麦那样的人类 人家早都说要弄死你了 你还怎么讲 所以神把他取去了 我重点要跟大家讲一讲 以诺与神同行是什么意思 先有个语法的问题 所以我还是认为圣经不应该用中文 最早启示出来 因为我们的语法表现不出来 这里面讲的与神同行不是一个 不是庄舟预风而行 不是佛教徒或者什么人本主义的 我起来 我跟谁同行 这个同行的这个动词讲的是 你被同行或者相相相而行 用新约的概念就是 以马内利 神带领我们和他同行 这很重要 这个我就说到这儿 那么与神同行 至少我有四个方面的信息 我要强调一下 以诺与神同行 就意味着他不与人同行 也意味着他不与自己同行 把别人把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声音 神以外的声音全部归零 包括自己里面的声音 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呢 你与神同行 你与哪个神同行啊 是的 我们与真神同行 哪个神是真神呢 圣经启示的这位神是真神 有人控告我不传基督 我说我不会传你的那个基督 因为你那个基督就是财神爷 造王爷 观音菩萨 玉皇大帝 还有什么 我传的这位神 就是圣经启示的神 我何以来证明 我传的神是圣经启示的神呢 等一下讲 第二 第三个方面 与神同行还意味着 神去哪里 你就得跟着去哪里 一定要 我刚才那个第一个概念非常重要啊 不是神与我同行 与我同行 就你去哪里 神跟你去哪里 那还得了啊 那你会去哪里啊 那安全哪 享受你去哪里嘛 你还记得保罗传福音说 他要去什么地方 上就说不许 你要换个地方 与神同行就意味着神去哪里 你去哪里 神去哪里啊 神去找死嘛 耶稣基督来的这个世界上就是来找死的 打着引号 那你还敢不敢跟他走呢 怎么来验证你是神的门徒呢 第四个方面 与神同行就意味着 既然神和你同行 你还怕什么 你为什么怕呀 那用一句俗话来讲 那真的是 你面对拉麦也好 你面对希特勒也好 你面对法老和希律也好 你敢不敢这样说呀 你回头一看 你可不可以这样来讲 那谁敢惹咱俩 对不对呀 你为什么要怕呢 因为你不信嘛 你信那个基督根本就不是圣经启示的基督 好了 最后我们来看看 那是何为圣经启示的基督 何为他在哪里 我们去哪里呢 马太福音在里面讲得很清楚 不背十字架跟随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得着生命的 实际上失丧生命 为我施上生命的 要得着生命 两个概念 你跟随主同行 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但如果你恐惧 你不可能进天国 就这么简单了 那有一个叫常识性的问题 谁杀我们 你在教会里撕鼻打牧师 骂弟兄 你会被杀吗 谁夺去你的生命 那还不是掌权者 那你信的那个基督 和圣经启示的这位基督的道路 是一回事吗 如果不是一回事 你这个华人教会是基督教吗 不是 第二个方面 弥加书第六章第八节 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 还有马拉基书二章六节 所谓与神同行是什么意思呢 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三个品质 行公义 你行过公义吗 你看你那点胆啊 你敢说一句公道的话吗 怜悯 你怜悯过谁啊 跟你说杨改兰的事 你说他活该 那不是你吗 就是他活该 你能不能有点怜悯的心肠啊 第三个方面同样重要 行公义好怜悯 你别变成公共知识分子 你行公义好怜悯 你也是个罪人 你也是个无用的仆人 这叫基督徒 这叫与神同行啊 见证在哪里呢 再翻到下一页 我再进一步的来讲一讲 何谓圣经启示的基督 两个家谱 共讲了13个人民 各讲了13个人 上面是该隐拉麦的家谱 拉麦是第七位 中间的一位是拉麦 拉麦的意思是权柄 他是世界的王 亚当·加普13位 中间的是以诺 他要与神同行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 与神同行的另外一个信息 在拉麦面前与神同行 拉麦有什么 有钱 有枪 有女人 有娱乐 你还与神同行吗 你敢在拉麦面前与神同行吗 拉麦说壮年人要杀 少年人也要杀 你还与神同行吗 今天晚上 在信王爱小组里面 我们查经 有兴趣的弟兄姊妹 可以看那个录音 我重新讲解了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那里面特别重要的信息就是 何为基督 何为圣经启示的基督呢 特别是其中的第一大部分 我给大家 第一大部分讲了 基督就是要面对掌权者的基督 教会就是站在世界之主面前的教会 第二大部分让我们看见 如果你不胜过钱财的事态 你根本不会跟随这位基督 你最后的结局就是下地狱 相关一些经文 我写在这个地方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连续三次呼喊基督徒 不要怕他们 不要惧怕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父 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所有的福音书 所有的圣经 一直强调一个真理 那就是拉麦和以诺的对立 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的对立 神的国和鬼的国的对立 天国和世界的对立 这是圣经 这是真理 离开这个结构性的东西 你现在跟基督教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不是一个神 但这场对立就意味着你 这场对立是不要怕他们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的基本前提 没有这个对立 你怕什么呀 你跟世界相向而行 有什么可怕的呢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二元结构 没有这种惧怕 你现在就不是基督 圣经讲 教会要站在阴间的门口面前 他不能胜过我们 对指向魔鬼的诠释 圣经对魔鬼的定义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它是受造之物 受造之物就意味着 它不可能无所不在 它只能某一个时候 捆绑某一个具体的人 遍地游行得找到可吞吃的人 才去捆绑它 第二个问题 圣经对魔鬼的定义说 它是世界的王 它捆绑谁呢 捆绑你呀 捆绑我 我们配吗 没工打理我们 拆遣一些小鬼来折腾我们 那是可能 那它捆绑谁 这个世界不信基督的最有权势的人 一定是魔鬼的代言人 你可以反对我的观点 拿证据来 我的证据就是圣经 那怎么办啊 我说几句感慨的话 特别是讲创世纪以来 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教堂也好 在CSMP的学员里面也好 甚至更广泛的华人教会的这个范围里面而言 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嚼嚼 很多人说我在讲政治 更有一些小人之心 说他以前有政治的经历 所以他现在用福音 来给他的政治理想做见证 来反共 我今天在主的面前 跟大家分享我的心里的痛 我心里的感动 我人不昧何德何能 我有多么的狂妄和无耻 敢让我的救主 为我个人的政治理想做背书呢 我敢这样做吗 你敢因为你不信他 真是小人之心 那我为什么还要这样讲呢 只有一个原因 我必须确保 我所讲的是圣经启示的基督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一个牧师最大的恐惧就是 我如果侍奉教会带领你们 我们一起服侍主 几十年的时间 最后到了末了末了 我们进不去神的国 我最怕的那个时候 神说我不认识你们 我最怕的是那个时候 上帝找我这个仆人算账 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 到那个时候 他要找传道人算账 我怎样来避免这种最大的恐慌呢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我讲的圣经 我讲的基督 是圣经启示的基督 那圣经启示的基督是什么呢 最明显不过的 路加福音十二章 你们有兴趣 你们若有疑惑 自己回去读路加福音十二章 是我讲的基督 是圣经启示的基督 还是你想当然认为的 或者那些搅扰你们的人 所说的基督 是基督 读一段经文吧 结论就清晰了 唯独 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 什么叫信读圣灵 接下来看 有人带你们到会堂 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 你告诉我呀 包括蒙特利尔的华人各个教会 谁到会堂 谁到官府 谁到有权柄的人面前 如果你从来没到 你凭什么要上神的国呢 你凭什么说你信的基督是基督呢 如果你不信这位基督 你为什么得救呢 不要私利怎么分数 说什么话 因为正当那时 圣灵要指教你当说的话 什么叫亵渎圣灵 你不敢说话了吗 你讲不是圣经的话 你在官府会堂和掌权者面前 你否认基督吗 不再有得救的机会了 那我讲哪一位基督啊 那么什么是今天的华人教会的主流 逼着我 也试探着你们去跟随的基督呢 那就是下面的信息了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夫子 请你们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三年了 多少人给我这样善意的劝勉 我不是说都是处于恶意啊 大家也刚信主 近里不踏实吗 跟做人怎么办啊 进做教会怎么办啊 上坐车怎么办啊 讲政治怎么办啊 何况这小子原来有过六次的经历啊 嘿嘿 那让我讲什么呢 语众欣赏给我 你能不能讲一讲我们家那些事啊 那我问你 我是听你的还是听圣经的呢 你们家那些事是什么事啊 主怎么说的 耶稣说 你这个人 谁立我做你们断世的官 给你们分家业呢 给你分家呀 我来不是干这个的 于是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我问大家啊 今天的教会传讲的 是不是跟主要讲的正相反 你不让我讲宏大叙事 不让我讲那站在官府会堂 和掌权者面前的基督 你要讲让我讲什么样的基督啊 你让我讲 怎么帮你处理家庭纠纷的基督 是不是这样啊 可是主自己怎么说 我来不干这个呀 你一定要逼迫基督讲 基督怎么讲 就讲一句话 免去贪心就好了 这是何等深刻的认识啊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是有家的人啊 我们在世界里面 有很多的纠纷啊 所有的争吵为了什么 不就是钱那点破事吗 主意远的看穿了呀 我去给你分什么家 少点贪心好不好 就没事了 所以啊 我觉得基督也好 我们做神的仆人啊 我们不侍奉 不伺候人的贪心和恐惧 可以忍耐 但是讲到才不侍奉 人的贪心和恐惧 为什么呢 这跟一起没有关系啊 因为我们要进神的国啊 我们到底想不想进去啊 你难道只想享受 这个世界里的喜乐平安吗 那我们会不会信基督呢 信基督为了什么 就是想跟随他走 最后到永生和天国里面去 那这条路在哪里 没有别的路了 我另外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特别是最近几年啊 但是我也有我的考量了 以前在中国做事工的时候 我还是挺忍耐的 但是我自己对真理的带领和认识 也慢慢有一个过程 那就是我现在越来越自由 越放胆的去讲道 还有一个盼望啊 那就是我看到了恐惧 特别是政治的恐惧啊 正在教会里做王 夺去了移民 更夺去了教会里面的喜乐和自由 怎么样才能够打破这种魔鬼 接着恐惧对我们的奴役呢 那就是牧师首先要站在这个地方 坦然无惧的宣讲基督 如果牧师都不敢做了 我们的那个心灵的空间会越来越窄 会压缩到灵 然后呢 带领教会去侍奉分家的事业去 你明白吗 现在是不是现实啊 90%就是这个现状嘛 但是你讲的就不再是基督了 跟神的果没有关系啊 所以圣经雅各说2章19节说 魔鬼也信只是战经 我要告诉大家 一个身怀政治恐惧 一直怀有政治恐惧的人 你信的是魔鬼 你根本不信神 你相信神与你同在吗 你为什么战经呢 我不否认啊 我们都有政治的恐惧 但是最后你必须胜过它 你若一直胜不过它 那就是魔鬼也信 鬼魔也信 却是战经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启示录 启示录啊 七次讲到了得胜的 一次讲到了胆怯的 我们吃惊的发现 胆怯的是不能进入天国 只能下地狱的第一个罪证 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 也许一生我们在一起还有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我希望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一起来为这个真理做见证 那就是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面 我们一起来靠着神的真理 我们一起来靠着神的真理战胜恐惧 战胜胆怯 让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最后都能进入神的果度 不至于落到火湖里去 别的教会我管不了 我今天站在大家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礼愿 那就是绝不允许政治恐惧 在我们这间小教会里面做王 绝不允许 就是只要我仁不允许还有一膝尚寸 我就要做一个在基督里面 自由传讲福音的传道人 正如主所说的 那世界的王在我的里面一无所有 在他里面一无所有 就求神把他的灵 加倍的临到我们这些软弱的伊罗氏的身上 求神大大的使用今天我们的见证 将更多的人从恐惧当中带出来 归向圣经启示的基督 好的 翻到最后一部分 马德萨拉 圣经活得最长的一个人 最长也没用 也死了 969岁 拉麦诗篇 这位拉麦开始 不是炫耀武力能杀人了 这位拉麦在炫耀什么 在歌颂什么 在叹息什么 灵里的安息 罪人得安息 唯有基督的救赎 圣灵借着他 要把我们从亚当的咒诅当中 拯救出来 归向基督的国 诺亚生了三个儿子 新的一代诞生了 诺亚的故事 我们在下个主日再继续讲 三个儿子 陕 韩和雅福 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去朝和他讲章 我的结论是 陕不可能是长子 他可能是第二个儿子 也可能是最小的儿子 五百岁不可能是生了三胞胎 五百岁开始陆续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新的时代就讲到来了 最后我们做一点结论 翻到下一页 这个结论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对比 再一次对比 该隐的家谱和赛特的家谱 然后我们看到 这两个家谱对比 至少还有这三个特点 我们曾经讲过 今天深化一下 第一点 在赛特的家谱当中 在亚当赛特的家谱当中 完全没有提到光辉灿烂的文明 各种物质文明 钱 钱 枪炮 全都没有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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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娱乐呀 枪炮啊 钱财呀 女人啊 完全没有 答案就在这里了 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在赛特 在创世纪第五章 没有创世纪第四章 赛特家谱 那么多物质文明的辉煌成就 这一点可能也可以隐身一下 大家都知道 最近这个中国又热闹了 这个封面的时候 大家看了一个女孩在那拿筷子吃面条 我不想在这里再批判我所谓的爱国贼 我想特别说了这个D&G的这个公司 我觉得它不存在 它不 它当然不是辱华 这是中国人神经过敏啊 但是我觉得他在羞辱他自己 他为什么羞辱他自己呢 为了钱财 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了他所谓的辱华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了他在舔华 那种道歉 那种下作 那种谄媚 为什么 为了进入中国的市场 任何不要这个不要尊严 下流无耻的谄媚 道歉都可以干 钱财 这是一切家畜沦落的原因 这对我们基督徒也很有警醒 为什么亚当的家谱没有记载那些物质文明呢 到一定的程度那些物质文明就是对我们的败坏 圣经至少有六次啊 或者我可能记得不是很轻重 或者四次讲到了什么呢 有钱财的人进神的果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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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尝试自己想一想 谁反对牧师传圣经启示的基督 还不是有钱人吗 或者自以为有钱的人吗 你们应该为有这样的物财在感谢神 对我们对我无效 我这样讲不是说有钱的人都进不了天国 那圣经的财主进天国都多了去了 悔改 第二个信息 该引赛特家谱 不是对不起啊 该引拉麦家谱 没有儿女 没有生儿养女这个概念 这里面不断的讲生儿养女 我已经谈过了两点 第一 向屠杀后裔的拉麦国度 宣告基督的胜利 教会的胜利 第二点 赋予了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天职 你不要更多的心思意念去关心你的钱财 你应该去关心你儿女属灵的成长 因为那事关永生的福祉 这是教会的大事 不要天天让我去给你分家 你儿女不信主了可以找我 第三个方面 女人 该引拉麦的家族 女明星云集 你看有比如说张子怡啊 拱立啊 都是这些 不攻击他们了 都这样的一些人 亚当赛特的家谱 没有一个女人 这是一个男人的家谱 这是义和华的军队 战争让女人走开 翻到最后一页 我们谈谈女人的问题 谁认识这两个人 下面这位呢 就是金马奖里面那个被大陆网名骂惨的那个台湾那个 导演吧 叫傅瑜 上面那个是谁呢 上面这位是我们教区新任的主席 很帅啊 仅次于我吧 我们上周五在蒙特利尔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 很好的会议 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 细节不说了 感谢神啊 把他把这个年轻啊 这个年富力强的人 放到主席这样的位置上啊 带领路德教区 能够按照真理啊 继续前行 我想讲的道理是什么呢 过去一周啊 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台湾的选举 蔡英文下台了 或者说蔡英文面临下野的危机 民进党选举惨败 我想讲两点跟大家分享和今天的信息有关的 第一点 我感谢神记的这场选举 特别是公投 彻底否决了 同性恋在亚洲的粉末登场 同性婚姻 想进入古老的大陆越过太平洋 打着西方白左的什么多元宽容的旗号 让征服旧大陆 在台湾遭遇惨败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 这场胜利远远超越任何一场政治的胜利 同性婚姻想干嘛呀 无非是混淆男人和女人的界限 但是赛特加普明确的让我们看见男人就是男人 蔡英文应该失败 民进党应该惨败 为什么 蔡英文不管怎么样 你是一位基督徒 在公投之前你知道他怎么说 连续的说为了政治为了选票 一个不自不敢说 而且说我要顺服大法官的裁决 就是同性婚姻可以合法 并且怎么说 老一代人和新一代人对婚姻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作为一个基督徒这是何等的可耻 你站在公会官府掌权者和人民的面前 选民的面前 你还敢不敢给上帝个真理做见证 你不敢是吗 那就是启示录说的 你在众人面前否认我的名 我就夺去你的灯台 特别让整个基督徒特别羞愧的 谁在反对同性婚姻呢 一个外邦人 一个宣称自己是佛教徒的人 叫韩国瑜 他反对就同性婚姻进行公投 他赢得了高雄市长选举的胜利 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做事后马后炮 但是圣经真理 铁证如山 第二个我要感慨的是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这些年里 我是觉得台湾是一个最需要男人的时候 最需要以诺事的时候 最需要语诺的时候 结果一个姊妹上位 一个女人上位 从富宇到蔡英文 他们成了华人世界 在某种意义上最好最好的文明形态的带领者 但是他们都失败了 这不是他们的耻辱 这是整个华人世界的耻辱 这是整个中华男人的耻辱 我不是说女人不能有政治领袖 我不是这个概念 我是说当他们 为他们认为的真理 去抵挡枪林弹雨的时候 整个台湾岛上的男人何在 整个华人世界的圈子里的人何在 我们可以这样 大体上可以这样来讲 在中国的大陆还没有整体上诞生圣经定义的人 在台湾岛还在整体上没有诞生圣经定义的男人 我们的民族 我们的民族 我们的教会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如此的需要男人 高雄市长 台北市长 是不是男人 我不知道 希望他们是男人 但是 教会需要真的男人 2018年 既讲过去了 2018年 是我们和很多假男人告别的一年 是我们和假男人切割的一年 当然 也是教会里的真男人站起来的一年 我们盼望在2019年 却安慰你的百姓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 新闻 那么 您